音樂 各位小汽車觀點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Mike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新車 是Nissan的TIDA J日能360版 在介紹這台車之前呢 我帶大家來回顧一下TIDA這個車系的歷史 因為它是國內相當暢銷的一個長青車款 TIDA這個車型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東京車展 所發表的C-Note概念車 那個時候Nissan跟雷諾集團之間的合作 才剛開始沒多久 在設計風格上也受到了雷諾的影響 這台C-Note的概念車後來就成為了第一代TIDA的造型 國內雲龍日產是選在2006年的時候導入國產化的 在販售的期間也受到消費者的歡迎 是台灣暢銷車款之一 2011年4月第二代TIDA在上海車展的時候誕生 國內雲龍日產是選在2012年的12月底正式上市的 也就是現行的C12這個世代 這個世代的銷售期間到目前其實已經超過了9年 這期間雲龍日產也在不同的年份做了一些精進 持續的在迎合市場的需求 那到了2020年3月24號呢 因為市場上對於A-DAS系統也逐漸有更多的需求 所以在這個時候推出了智能360版 把以上Safety Shield 360的安全科技都導入 包含了LDW車道偏離警示系統 FCW前方碰撞警示系統 PDW行程偵測警示系統 還有AVM360度的環境影像系統都導入 另外也加入了Smart HUD的智慧抬頭顯示器 到了去年2月5號 玉龍日產 退出了2021年4的車型 那在這個年4當中呢 最重大的更新呢 當然是換上了第五代的XCVT的 五段變速系統 那這個變速系統呢 它多了一個紫行星齒輪的設計 原廠表示它的變速比是8.7 可以讓燃油經濟性增加3% 傳動效率呢 增加5% 而且還有Sport模式可以切換 那這個車型另外也加入了XMIRROR電子後濕鏡 它有前後行車記錄器的功能 那在2021年4的升級呢 也更新了中間的車載娛樂主機 加入了CarPlay跟Android Auto的智慧手機連結功能 那在今年3月31號的時候呢 玉龍日產還針對了T.J這個車款 增加了黑爵士的車型 限量是100輛 售價是75.5萬 看到車系編程方面 今年1月28起 玉龍日產針對車系做一些售價的調整 T.J車系的漲幅是1萬到1.6萬 可以看到副表 目前 經典版售價是67.5萬起 豪華版是70.5萬起 旗艦版是74.5萬起 T.J呢 是75.5萬起 那今天介紹的這台T.J 智能360版則是77.5萬 那今天的這台主角呢 T.J這個車型 是玉龍日產 在2021年的7月15號 跟日本原廠 御用的改裝跟賽事品牌 OTEC合作 所開發的車型 它搭載了由OTEC開發的專屬的外觀套件 在車頭它擁有VMotion 2.1的零格紋造型水箱護照 可以看到它相較於一般的T.J車系是更為立體 內部的格柵呢 是比較大面積的零格紋 在錢包桿可以看到 外側呢 在下氣壩的部分 是做一些內凹 並且在底部向外延伸的設計 所以從車頭的不同角度看 造型是相當的立體的 那看到燈具部分 T.J的頭燈呢 換上了LED遠近光源的設計 那中間的導光條造型呢 還是一樣保留 它也同時是小燈 那至於方向燈 T.J還是維持傳統的燈泡 再來看到保險桿兩側的霧燈 T.J升級為LED的前霧燈 所以相較於一般的T.J看起來是更有科技感的 再來我們看到車側的改變 主要是換上了這組16寸的雙色切削式的輪圈 當然全車系都採用16寸的尺寸 不過T.J總共有三種造型 那T.J用的是最有新潮風格的雙色的造型 再來我們看到後照鏡的部分 在智能360版本呢 它多出了側邊的鏡頭 因為它有搭載了車系唯一的AVM360環景影廂系統 這是它跟其他版本T.J的差別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T.J的車尾 主要的改動在於後保險桿也換上了 Otech所開發的鑽石切工的造型 可以看到在兩側呢 加入了通風口的飾板 不過它沒有實際的通風功能 那在下方呢 做了一個立體化的下擾流設計 中間有一個後霧燈 排氣圍管是左側的單邊單出式樣 那這個保險桿呢 跟行李箱蓋上面的尾翼 之間是相當的搭配 看起來比一般的T.J還要動感 其他的設定則是維持相同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T.J的內裝 現在我們坐進了T.J的駕駛座 我們來看一下內裝的設計 相較於一般的T.J呢 T.J主要的特色就是換上了 黑紅雙色的內裝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方向盤 也用了紅色的皮質包覆 在車門飾板 座椅的外側也都有紅色的皮質 那另外呢 在中控台儀表台的飾板 也換上了菱格文的紅黑配置 看起來是確實比較有質感的 那當然在基本的配備方面 T.J畢竟是車系中最頂級的車型 所以可以看到中控台有一個 X-Media 7吋的多媒體螢幕 它有智慧手機的連結 雙區的恆溫 定速系統呢 在T.J上面都是有配備的 那在配備方面 因為今天介紹的車款 是屬於智能360版本 是最頂級的車型 所以它也加入了由經銷商來安裝的 Smart HUD的抬頭顯示器 那可以看到裡面有包含了車速 以及手煞車的資訊 包含你有沒有拉起手煞車 車門的開關 這些行車資訊都可以在HUD上面看到 所以也是算是便利的一個配備 那另外再看到後視鏡部分呢 從2021年是開始 導入了X-MIRROR後視鏡 它有數位顯示的一個功能 那另外也可以當作是 前後的行車記錄器來使用 那操控方面呢 它是採用了觸控螢幕 可以在這邊調整是否錄音 要拍照以及鎖定檔案 還有是否啟動錄影等等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裡面 做一些靈敏度的調整 背光的調節 以及光源的頻率 甚至是它的音量還有休眠 都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那調整上呢 算是相當的容易的 再來我們看到排檔座的部分 因為從2021年是開始呢 TIDA換上了第五代的XCVT 無段變速系統 所以它也增加了一個 Sport模式的功能 我們可以看到 在排檔桿的左側有一顆按鈕 按下之後呢 可以看到在轉速表 會亮起Sport的燈號 代表它進入這個狀態 會比較有運動化的 傳動的設定 現在我來到了TIDA J的後座 我們來看一下後座的配置 在這個TIDA J的車型當中 因為換上了雙色內裝 所以後座也可以享受到 像是車門版 一樣有一個大面積的 紅色的皮質包覆 那在座椅部分呢 除了兩側是紅色 包含枕頭 中間的座椅 以及中央扶手 都用了紅色 來跟黑色的透氣皮質做搭配 所以前後座的質感 都是一樣的不錯的 那在後座我們往後看 其實可以看到 後擋風玻璃多了一個鏡頭 那是因為它搭載 XMIRROR的電子後視鏡 有前後的行車紀錄功能 那這個鏡頭呢 它是前後170度廣角 有夜視也有防眩光的功能 螢幕呢 它解析度是1600x400 那後座整體來看呢 除了擁有這次TIDA J版本的 雙色升級之外 其實在空間表現上 我調到180公分標準座姿 後座還是一樣相當的寬裕 在同級車之間呢 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特色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所做的 Nissan TIDA J的新車介紹 那TIDA這個車系呢 在國內已經算是相當知名 而且現行的第二世代 從2012年底到現在 也已經賣了9年多 那在這樣的產品週期裡面呢 芋龍日產也陸續做了好幾次的配備更新 以及一些硬體上的升級 來讓消費者持續感受到它的一些誠意 那在銷售表現上也可以看到 長期以來呢都是相當的穩定的 我相信許多的觀眾 應該也都是TIDA的車主 或是前車主 歡迎在底下留言 分享你們的使用心得 以及你對這個產品有哪些想法 那還在挑選車輛的消費者呢 我想TIDA J這個車型 它是屬於比較高階的車款 到了70幾萬的價格貸呢 其實也有相當多的同級的車款可以選擇 那當然我們也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TIDA這個車型呢 在部分的市場 從2015年之後 Nissan Poser這個車款登場呢 有些市場就當做了新版的TIDA來販售 不過其實兩台車硬體架構上 還是大致相同的 那下一個世代何時會出現呢 目前我們還在持續追蹤 所以如果要掌握最新的消息 請記得訂閱7card的YouTube頻道 掌握車壇最新資訊 我是Mike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走了 我們請問一下 按讚 休息一下 我們約會